大家好,今天就是我和Jack好做直播去講一下 最近你見到我們有很多示威 講回我們過去一個星期我們做過些什麼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我們會去那些示威 你見到其實我們有這個歌爾夫球場 之後再到就是有這個港鐵 然後再到就有這個去中聯辦聲援大耀廷 其實這個星期也非常多事情發生 今天也有在囚的朋友去做記招 我們主要是說回我剛剛所說的三件事 究竟為什麼我們是要去做這麼多示威 首先是和Jack好聊一下就是歌爾夫球場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會突然無緣無故衝進去粉嶺的歌爾夫球場 還有那個歌爾夫球場有什麼特別呢 等下Jack好說一下 其實歌爾夫球場都不是無緣無故去的 因為其實三年前 Figo你也有去的 不過三年前就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和新界東北的支援組 都是進去歌爾夫球場的 為什麼民間團體這麼多年來都是堅持歌爾夫球場要收回呢 在2013年的時候其實當時這個社會也是在討論新界東北規劃的時候 已經是有團體提出就是用歌爾夫球場這一塊土地去代替新界東北的方案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歌爾夫球場佔地是172公頃 其實它的面積呢 我們無緣無故說的數字出來 可能想不到的幾大 172公頃 一個很簡單的比較就是 荃灣的市區就是大概170公頃了 既然是和荃灣差不多大的時候 荃灣現在是在裝31萬的居民 那變成了如果政府原本說 新界東北是在6萬個公私營單位的話 那你反過來荃灣有31萬人 31萬其實去用政府一般現在的比例 就除2.8人左右 荃灣這麼大的面積呢 裝的絕對多過新界東北的6萬個單位 那變成了歌爾夫球場 其實就在新界東北隔離 我們進去了 我們看到呢 我們有兜圈遊行的人 真的很大 又漂亮又大 但其實呢 裡面呢 誰可以用的呢 就是一些權貴 他們全部都是有錢人來的 我們其實不可以進去 我們是衝進去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這個是給一些有會籍的人去用的 然後呢 他們全部都是一些很有錢的人 才能進去的 我們每次的那些 當然不能給錢進去 會籍現在呢 個人呢 就三十幾萬一個 三十幾萬 借得五千幾個 那而且呢 它另外還有一些叫做公司會籍的 公司會籍呢 就 現在有一些會籍的網 上網 有一些會籍中介 那又賣一千六萬一個 千龍 是的 還有政府呢 之前劉光華 就當然 跟這個高爾夫球會 就有一個所謂的數據 就說 一年有十二萬場的高爾夫球進行的 那它怎麼算呢 就是每一個人進去 打每一個洞呢 它都算 那現在呢 每一個人打高爾夫球呢 要留意 這十二萬場呢 就當然不是十二萬人 但是譬如如果我一個人有選到 那我有一些跟班的嘛 那我可能有什麼情報啊 或者秘書啊 那我還有那些 就是幫你拿高爾夫球棍 那些叫Kate 還有可能幾個朋友一起打 就是每一個人有跟班 這個情況 我們進去算不算是我們人 打了一個洞 可能幫了他 我們放了一些男人進去 可能就是打了一個洞 那已經可能有二十個 可能不止 因為我們走了幾個洞 就是把我們十幾個洞 就成了幾個洞 神經病 就是它這樣計算呢 其實那條數目就大了 那它呢 之前呢 就說 其實有向公眾開放的 但是它那個所謂的向公眾開放呢 它的時間呢 就很差 譬如星期六日 那你一般事文 那你平時會當工的 那你班學的 那你如果是開放給公眾 你星期六日應該會開放的 但是它星期六日的所謂開放呢 就只是給精靈運動員 嗯 那即是第八六日的 你那個所謂開放就不開放 是的 那你平時行的那些 又開放幾個小時那些 其實就是廣大市民 其實是不可能用得到 嗯 那所以其實 龜月呼求場的 所謂受愛者 是很少的 那當然另外還有一個 政府經常都說 想發展龜月呼求場的藉口 就是說裡面有一些古樹 還有一些古墓 但是樹和古墓 其實都是多餘的 因為樹 如果它是這麼照顧那些樹的話 那譬如說 新界東北 只是一個古墓 是有過萬棵樹的 那你過萬棵樹 你會斬一斬 還有 如果說古墓 那些古墓 這是一個樣的 就是 就是 新界東北的那些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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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人也不 kuping 也不可以 還有古墓 其實以往 政府呢 其實在那一個土地的殯葬條例那裡 其實是留了很多地 去被原居民去安葬 以往也有說起路、諸如此類的時候 會收了一些土地 那些土地可能有一些原居民去墓地的話 其實那個賠償只有幾十萬一個 說真的 如果是為了給公屋 給我們基層的市民的時候 幾十萬一個墓地的 我想全國社會都會覺得 這個合理的價錢 那就全賠給人了 那這個絕對不是我的問題 其實有個 我看到新聞政府有說過 其實那裡很遠的 來地鐵站 還有他們有個說法 其實也有個問題 就是政府經常 其實我們可以填海起樓 為什麼一定要用國安葡萄酒場呢 那你怎麼回應 第一就是如果政府說 國安葡萄酒場是偏遠 他們是交通承受 那我的回應第一 最基本的就是 如果新界東北 他說可以裝到 如果說六萬個單位 現在還要被人吵得幾吵 加多七千個 那就是加上六萬七千個 那新界東北可以裝到六萬七千個 為什麼旁邊那個國安葡萄酒場 而且更加近東鐵 你又說裝不到 還有我想可以拿到一個例子出來說 就是國安葡萄酒場 最近東鐵站的那個角落 其實距離只有五百五十米 五百五十米 但是如果我用步行來計算的話 那就大概是走七至八分鐘 又或者我們那天衝進去的那個門口 就比較遠一點 但是那裡 我們走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計時拍了電影 就是我遲些會放上網 如果由那個門口走到出上水火車站 其實就算我們不熟路 一邊走一邊聊聊天 都只是走了十七分鐘 所以其實一切是很近的 還有政府它根本是絕對有能力去改善那個交通 要不然你不能告訴我 就算不拆國安葡萄酒場 無緣無故東北的可以裝到六萬七千個單位 還有大家 我們最近可能都沒有出到這個點 就是政府如果說 國安葡萄酒場就交通承受不到 之後更加大規模的 那個叫做新界北發展規劃 就是那個2030家那裡 新界北發展規劃 它說的是 一路所有的禁區都開發了 如果那裡涉及的土地是幾千公公 就不是說八千公公 如果你承受不到 你就不要搞那些更大的工程 如果說那個填海的這個項目 其實就算環保團體都 就是最近看到環保團體都整節化了很多 就是被林鄭逼到一個 逼到一個他們不出聲都不行的程度 就是他們都說 如果你填出來的海 是真的全部建立了公屋的 我一定支持 就是香港保育海團體會會長去前 他也是這樣說的 或者綠色和平其實都有做到抗議 就是說 你應該善用現有的土地 比如說歌爾夫球場 或者一些市區的行事土地 你就不要在那裡拿填海和那些 鑽通房的小孩子作一個假的對立 因為你填完海 我們看到香港政府 其實無論填海也好 或者任何造地的方法 比如說市區重建也好 去搶完這些地 或者做完這些地 根本就不是建樓給機場 你不是說是建了一些私樓給人炒 他說來是多餘的 其實現在政府所說的都是假議題 全部都是假議題 就是找藉口而已 所以其實我們說得很清楚 我們是覺得應該要收回的 其實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要去粉嶺歌爾夫球場 原因就是因為他就是圓約 我們就說圓約 那你也是 那你就收回去 收回去就讓我們市民去用 因為整個荃灣那麼大 我們經常說沒有地 現在整個荃灣那麼大 有地了 之後還要是圓約 那就不用你斷了約 不如就收回土地去給我們 但是政府那時候都有說 就算我給了整個荃灣去建 都不夠 他只是說建了1.3萬 他現在新聞我看到他就是 建了1.3萬 那不夠 那哪裡拿地 又要填海 那你們一會兒又說環保 又說什麼動物問題 那我怎麼辦 政府就是這樣問我 這個政府也是吹噓 就是因為一來就 只是說哥里夫球場這塊地 如果我當他就算 建1.3萬個單位 其實我不完全反對 他只是建1.3萬個 但是如果只建1.3萬個 公共單位的時候 其他土地 他就絕對不可以 又是拿來 建那些浪費土地的私樓 而是 譬如建大學 我們香港很需要大學 又或者是一些公營的院舍 為什麼我經常都要提起院舍呢 因為其實現在 等著老人院的老人家 是有3.7萬個 又等著殘疾院舍的人 是有1萬個 而政府每年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所謂的公營的院舍 我們不是說好像公立醫院 公立學校那樣 我們沒有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政府去一些私營的院舍那裏 要麼就叫做遵循 就是去津貼那些院舍的形位 要麼就是跟一些私營的院舍去買位 但是在這個前提之下 政府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真是看見都生氣的 老人院他就買500多個 殘疾院舍他就買300多個 但是我們在說 大哥在排的加上400多個 所以如果他是說 到最後他竟然是說 如果居住的人装不了那麼多的話 不要緊啊 你和我建大學建院舍 所以怎樣都是公用的 我們很多時候 談土地問題的時候 或者我自己之前 都會跌進一個陷阱裡 就是想來想去 就是想私樓公樓私樓公樓 但是我提起就是 其實我們公共的需要 除了住宅 還有很多其他 所以政府無論是拿多少的藉口出來 突然間又說 這塊地装不了那麼多住宅 你就和我解決其他的需要 因為譬如說建院舍這樣 你就不能和我用交通 來做一個藉口 因為交通 我們香港的居住人口 那個原區就業的比例 所以往往最多的區 都是去到兩成左右 普遍是十幾個百分 但是如果是說軟舍的話 那些軟舍的人 他們不用整天這樣搭出出出入力的話 那你就給我 還有土地供應的話 都完全不是不夠的 譬如本土研究所 之前都出了幾份報告 就是說中地 現在說的是千多公頃 就算太零碎了 那些豪賣給你 不和你計 都有成一半 一半這樣七百多公頃 七百多公頃 如果香港政府能夠善用 我說的善用 就是用一些公共的用途 或者是供應的房屋 你經常蓋私樓的話 那個密度當然低 一來就是因為 它的單位是大很多 所以佔地會浪費了很多 二來就是你蓋私樓 所以就經常又要僱住 那些有錢人的景觀 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反過來 窮人 你有沒有理過景觀 還有其實 C樓很多時候 它的設計是很弱智的 它就貪威貪勁 起了一排屏風樓 常說是屏風樓 但是公屋村 我們有沒有聽過屏風樓 其實沒有 所以 如果同樣的單位數量 如果是建公屋 或者建居屋 其實佔地是少很多 少了的時候 你就善良土地 而且沒有那麼容易走風樓 這個其實很簡單 其實你知不知道現在 公私營的比例是多少 公私營比例 在它之前的房屋策略裡面 它都說是六四 六四 但是說真的 這個六四比 我就完全是覺得 應該大大提高 那個供應的比例 因為一來就是 現在的公屋供應 其實每年只有萬幾個 但是新增的申請 就二萬幾個 那就是 條隊永遠都只會很長 現在我們常說 28萬個 28萬戶 28萬戶 不是28萬人 因為我這個申請 是每一戶 那你怎麼追 所以你絕對應該 在更多供應的單位 還有可能有很多人 會很擔心 如果那個公私營地 一改 私樓的供應是少 那就越不貴了 其實就真的不關事 因為一來就是 公屋其實都是供應房屋的一個體度 你多了公屋 一些基層的 就是公屋 其實它的價格是就會跌的 而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說我們反對的那些私樓 就是說 根本就是基層買不起的 所以那些供應 無論怎樣加都好 其實是不會拉得低 基層住屋的那個需求 因為 例如海運居 賣Central 那些 你是代替不到 住在劏房那些人的需要 只有公屋才可以替代 所以我們如果是關心 其實都不止我們所說的基層 很多時候說的基層 好像說的很窮 但實際上大家 如果你是 你賺二萬元 二萬五元 很有可能你都是住在劏房的 即我們香港的基層 說的 是很多 很多 所以 我們就絕對是覺得 那個公私營比例是要改 其實我們這次的行動 其實我們都要說得很清楚一點 其實我們Bang也有說的 就是土地屬於人民 即我們說得很清楚 不是屬於權貴 也都不是屬於大地產商 給他們去用我們本身的資源來賺錢 即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窮人 在等著上樓 在等著有個屋住 現在他們沒有屋住就劏房 叫他們沒有屋住 或者找人在地方 我記得林鄭有一次去選特首的時候 她自己也睡過那張床 劏房那張床 她知道很小的 所以她知道我幾慘 那些基層 即如果林鄭是真的去為基層著想的話 她應該就是要收回 那個高爾夫頭場的用地 來建公屋 去給我們市民 是有屋住的 現在我們說得很清楚就是 我們屋啦 食啦 搭車啦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我們必需品來的 即如果我們連必需品都沒有的時候 或者是很貴甚至是很辛苦才可以拿到的話 其實是不應該的 這是一個政府的政策問題來的 即你看回譬如說現在領展 我們吃的時候領展壟斷 我們搭車 車費貴 是不是因為港鐵 年年加價 年年賺錢 是不是 公屋 我們沒有 起得慢 甚至是不起 之後就經常 你給個假的藉口出來 就是說我們沒有地 沒有地 現在整個荃灣這麼大的地 你還不做 不做 還有很多一樣 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填海不是解決的方法 因為其實填海做地是需要十幾年時間之後 那塊地才可以用的 因為填海不是 我倒租下去就搞定 而是 你倒完那些東西下去 你要慢慢等它沉降 沉降 起碼就幾年了 而且沉降完 又要去鋪那些地下的水管 電管 建棟樓 其實要打地機 建化分池 所以加起來要十幾年才可以用的 其實這個絕對軟水不能夠近貨 還有填海的造價 為什麼政府這麼喜歡填海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填海的那個工程成本 是比起 比如說收棕地 然後用那塊土地 是貴十倍的 所以貴了十倍 為什麼政府喜歡 因為可以益到地產商 那就是過河濕的 所以其實填海根本 從來都不應該是一個 出路 另外一方面就是 填海的那個環境成本 是相當之恐怖 譬如說 你填了海 你不會還出來的 你不可以再拿一些石 拿一些東西 然後就 把海給我們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而且破壞造成的破壞 是非常之大 污染的水質 因為水 譬如說 你如果用棕地 諸如此類 你可能 你產一個這樣的範圍的地 你可能破壞到 都是圍著那條邊 但是你填了一塊海 你就整個海 都養起了沙 這些 所以其實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 會突然走進去高爾夫球場 的原因 其實我們的行動 是不止一個的 我們之後 其實因為政府 有一個大辯論 就是討論一個 關於土地的用途 甚至是一些 去回顧和總結 或者之後看看 怎樣用土地 我們是會 繼續去關注這件事 亦都會做很多不同的 示威行動 甚至是做不同的 事情去解釋 給大家知道 為什麼我們說 要收回高爾夫球場 為什麼我們覺得 應該要還地於民 這些我們都會去說 亦都會繼續做 第二件事要說 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其實 在前幾天 去了港鐵示威 為什麼我們要去到港鐵示威 其實就是因為 港鐵 在六月就會加價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計算那個 有加無減機 有加無減機 就說這次要加3.14% 我們今年加幅是比前兩年大 所以我們就去到示威 抗議港列加價 為什麼我們要今次走進去大圍站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大一點 沒有那麼影響市民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東鐵經常性壞車 我記得有一次幫王鴻銘的專業做了一張圖 就是說他壞車的情況是每個月都發生 而且是超過半天都試過 所以去大圍站 都是其中一個原因來的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讓Jack好說一下 好 今年我們看到港鐵的盈利其實去到168億 他們總資產權益是很誇張 去到1664億 在這個盈利之下 我想一般的市民聽到說 你賺了168億就不應該加價了 但是其實我會說 其實地鐵是有條件 直接不收票價的 在本地的客運上 我說出來好像很瘋 但是大家看 就是不用錢 對 完全不用錢都可以 為什麼我會這麼瘋的說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圖 在這個圖裡 我們看到港鐵的利潤 整個圓圈 整個Pie chart的時候 其實香港客運業部的利潤 只有16億而已 只是佔這麼小 那它其他的利潤從哪裡來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 在它的物業的租貸 物業的管理 和它的地產發展那裡來 或者用數字去說的話 其實它的車站商務 就是平時我們那些什麼 東海棠之類的 交給它那些租 加起來 竟然是整個47億 那如果是它的物業租貸 和管理業務 因為有很多所謂的樓盤 其實管理公司 港鐵是其中一個很大的管理公司 那裡就有40億的 物業的發展就11億了 去年 所以其實如果說 那一個票價的收入 我不是說利潤 是說收入 都只有128億而已 那你在168億的盈利 如果它減了 它票價收入128億 那就是它都有40億的利潤 其實它是可以完全不收我們本地票價都可以的 還有其實地鐵這個邪惡之處 和之前我們鬧過的九巴其實是相似的 就是它是用了一個公共運輸的理由去做一個讀市的生意 之餘 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就是換取了很多的地產發展的特權 那地產發展原本這個模式 其實用地產物業去補貼公營運輸 這個概念原本在全球來說是很新穎的 因為全世界大部分的鐵路其實都是在虧錢的 客運 而就是政府用其他的公帑去補貼 但是香港政府有多厲害 以前的英籍政府想出了這一招 給你一些上蓋建房子去補貼客運的營運 概念上是好 但是現在發展出來就變了不是在補貼營運 現在純粹是在補貼這間公司的股東去賺錢 而這間公司最大的股東又很恐怖地 原來有76%的股份是我們的政府擁有的 七十 七十六% 那究竟你搞一塊地鐵出來 然後你又給它做一個地產霸權 而且它是國際地產霸權 因為它的業務其實在大陸 英國都有 你成為了一個國際的 而且又官商勾結的地產霸權 那你既然你是76%的大股東 那你賺了些錢 你應該補貼回市民 但是全部不是的 因為車費是廉價 還有如果別人要補貼是因為它下運虧 但是我們只是說下運 雖然我說它利潤少而已 16億而已 那你始終都是在賺錢的 那為什麼 要不你不要收票 要不你那些物業 你就不要再拿來賺錢 而且鐵閘上蓋是可以拿來建居屋 或建公屋的 你不一定要拿來買地出去 給了有錢人賺錢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去罵它的票價問題 而且也要求它上蓋去建公屋或居屋 這次的行動是我們示威和工黨一起去做的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都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在港鐵站示威的時候 就是上一年 其實原來我們有七個人被人被捕被控的 亦都是票控我們 就是港鐵去票控我們 根據港鐵附例 就是我們不可以用大聲工 我們亦都不可以進行示威活動 那你要申請的 就是跟警方一樣的 這樣的做法 其實我們這次的行動 亦都有抄身分證 我相信這次都會告的了 但是都要說回法例上 其實我們的確是可以去做示威的 因為我們是有這個人權 這個港鐵是只要你任何市民都可以自由出入的 就是港鐵站的範圍裡面 這個是一個公有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去那邊示威呢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那港鐵現在都未回答到 我記得當時 你之前都輸了給我和黃鶴 對 即是他們自便的時候都輸了 那第二件事就是 就是港鐵呢 也都之前說過 我記得 就是說 港鐵附例的確是過市 他們是會收藍的 但是現在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他趕了而已 但是還未收藍的 那第三件事我記得就是馬時亨你也說過 就是我想去回答一下 就是 馬時亨就是說 其實現在呢 那些票價呢 雖然會提高了 但是呢 會回饋回給你的 因為有九折優惠的 九七折優惠 不知道多少折優惠的 所以其實你們等於是沒有加過價的 那你怎樣看呢 嗯 第一啦 就是 其實 他這個所謂的對沖之後 即是 他會給一些票價優惠 嗯 那他就說 我給完票價優惠你呢 其實就對沖了加幅了 所以就等於按結了票價 但是這個說法呢 又是騙人 數字遊戲 因為 到了他下次加價的時候 他不是用 優惠了之後的票價 來成那個percentage 嗯 即是我們 譬如他下次再加三個percent 他是會基於我們今年 已經給他加了三點一四個percent之後 那個基數 再去承戴他的 嗯 所以 喂 如果你不會連三個percent 三個percent這樣加 那就很厲害 是的 如果你真的凍結票價 那你不用搞什麼優惠的 大哥 你不加就不加 是的 還有 你不要玩 你收香港人 或者收香港社會的盈餘那裡 我已經說了 你最多是在那個土地上面 已經收了我們很多的社會成本的了 那所以票價 我再說多次 你簡直是不應該收我的票價 而不是所謂的 給我們一些票價優惠 我們做對沖 嗯 那又或者 也可以說我們另一張圖 另一張圖呢 就是去解釋這個地鐵呢 他那個地價是怎樣得到盈利的 他首先呢 他其實地鐵他要發展呢 他好像都要付一些代價 給我們的政府或者社會 那就是所謂的補地價 就是等於大家如果拿一些居屋出去賣的話 那要補地價 那但是 地鐵他補地價的時候呢 他用一個未發展區域的價錢 去補地價給政府的 那然後呢 所以他補的地價是很低的 他補完低的地價之後呢 他就有一個發展的權利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地鐵的發展模式呢 他又不是自己蓋樓的 他是會將這個發展權呢 就去招標 就是賣這個發展權呢 給地產商 OK 那這個發展權呢 他賣給地產商的時候呢 又很過癮的 他補地價的成本呢 是發展商要給他的 然後呢 所有其他成本 包括蓋樓 賣樓 都是發展商給的 即是地鐵呢 中間呢 他什麼都不用做 就是白袋的 白袋之後呢 他就收取那個中標價 還有呢 地產佬賣樓之後呢 那些盈利呢 要分割30%給他 哦 那豈不是賺得好 沒錯啦 我們可以用一個例子去講呢 就是黃竹香的一個地鐵上蓋呢 嗯 保地價和起樓的成本啊 還有賣樓 那你要Agent啊 等等啊 要印樓書啊 諸如此類 那一個成本呢 加上呢 黃竹坑這個地皮呢 就是103億 嗯 那103億呢 然後賣樓 如果我們算得很少 我當它是2.2萬一呎的話呢 那整個樓盤呢 就會值127億 那中間就20幾億啦 那但是地產商還要分回35%給地鐵的 嗯 那所以它如果是這樣的赤價的話呢 地產商是賺15.6億的 那但是了 地鐵這個中介人 在中間賺了多少錢呢 我剛才說 所有的成本呢 其實是地產商負擔的 所以地鐵其實是沒有成本的 中標價加上分紅的話呢 中標價加分紅呢 其實地鐵在這個樓盤呢 就賺了最少呢 是73億的 那都不用做的 那就是73億的了 那所以 喂 你票價 你不要跟我說啊 馬士亨 總之就是 社民聯呢 跟工黨呢 今次其實都 就是某程度上 都要回應一下 馬士亨這些人的說法的 就是它說到好像 就是 我真的很為市民啊 其實 我記得去年再前年呢 我們都有去港鐵那個普通大會 去示威的 然後呢 馬士亨都不敢出來 跟我們去對話 是 我記得有過另一個 不知道車車 什麼的部長 走過來跟我們去說而已 那我來了 公開呼籲了 就是馬士亨你夠膽 跟我們公開辯論 就是我們在等著你 還有呢 就是我們會保持著 之後都會有可能 會繼續示威的 那大家繼續 留意我們的 社民平的Facebook專頁 那我們要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可能會去 其他的站 像以往那樣去做示威 大家不要以為 好像今次的示威 那樣就 好像 你都是這樣做示威的啦 沒有用的 這些示威 都是照加價的啦 其實不是的 其實呢 我們去年的示威 有七個人被捕之後 就是事情發得很大 其實去年是有凍結過的 就是凍結過的票價 不要以為 好像不停做示威 就好像 沒有一個 就是沒有東西得到的 其實不是的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去關注 就是 就是 港鐵的加價 那六月就會做加價了 那就是 所以在六月之前 我們會不停去做示威的 那希望呢 可以阻止到他今次的加價 也都希望呢 政府呢 能夠有個回應 就是因為 已經不停地加價了 加到他3.14% 而且是不知第七年 逐第七年的加價了 所以呢 政府應該要去做一個回應的 如果不是呢 就是給他不停地再加價 下年又再加價 其實我們的票價只會越來越高 然後大地產商啊 那些啊 還有這個 港鐵就不停賺到盡 這樣 那呢 再說就是 另一件事 那就是呢 大躍庭事件 相信呢 大家是 有關注到的 就是因為呢 新聞都日日報 就是其實 在31號呢 政府就發了聲明 之後的 第二天呢 就是中聯辦啊 港澳辦啊 人民日報啊 或者是 這個新華社啊 或者是 這個香港民建聯啊 這個就是 其他工聯會啊 這樣 之後全部一起蜂擁地 一起去 去批評大耀廷 那就是說 大耀廷呢 是應該要他將他承之於法的 那今天啊 湯家維都說了 就是說 就是大耀廷呢 是應該要告善動罪的 那就是 就是 應該政府呢 要快點去做事 去拘捕他 還有呢 港大呢 應該不讓他再做這個教授 因為呢 非常之離譜 那其實呢 其實呢 戴耀廷 就是 都幾慘的 幾無辜的 因為呢 如果你有看回我們社民 來剪了一段片出來 給大家看到呢 其實他不是在說港獨 他是在說 如果中國有民主之後 我們香港有民主之後 我們怎樣去 去想我們之後的問題呢 大家想是聯邦制啊 或者是港獨啊 一國一制也可以 一國兩制也可以 大家想怎樣呢 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就是他整段說話 大約就是這樣了 但是呢 政府啊或者是 其他建制派 甚至是中共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 蜂窩一起去攻他 就一起說 你就是有問題的 你就是港獨的了 之後就說 就是非常之過分啊 你的行為和言論 然後呢 我們不可以不採取行動 去去批評你 這樣 其實呢 社民聯呢 就像呢 就在四月 就是昨天定日 就去了遊行 去中聯辦 抗議呢 就是這樣呢 去抹黑他 因為的確確 他真的不是港獨 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言論和學術自由 就是我們是擁有 而且他去台灣 就是一個教授去台灣 去說話呢 其實他有這樣的自由 就是今次中共的 就是中共的做否明 就是阿爺禁制啦 要不然那些保皇黨 那些狗奴才不會 成債人都出來了 是吧 但是呢 我要重新寫文 也是 那個聲明也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呢 我們呢 是反對中共呢 是藉著大約庭呢 就是這樣抹黑他之後呢 就說要立23條 就是這樣東西很明顯 是中共不想做的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我們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有言論自由 還有學術自由的 大約庭這次呢 是用教授的身份 去到呢 就是台灣呢 去做一個演講 去跟他這些 就是台灣的朋友 去討論 就是究竟 整件事 就是之後的發展啊 甚至是現在香港的問題啊 這樣 他是沒有說到港獨 就是他只可以說 有這樣的選項 或者甚至是可以考慮 都有點像之前的自決 就是 就是 一個可以談的選項 但是 還有他的前提 是比起之前的自決派 更加進了一萬步的嘛 他說如果 香港又有民主 中國又有民主 那中國的人民 就應該有一個權利 去談一下不同的選項 不知道幾多年之後 中國又有民主 其實 可能他在說 永遠都不會有的嘛 大哥 不是 習近平已經稱之為大約 不知道是 死了才算 這個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 其實呢 中共擺明就是玩東西 擺明就是要做大曉廷的 搞到大曉廷很慘 所以我們就特意發起了一個遊行 就去中聯辦 就找了其他不同的團體 民主派的朋友 一起遊行 這樣就都過敗人了 然後呢 我們這次也發了聲明 然後民主派也都發了聲明 那其實呢 他們就是不停 就是建制派不停發聲明 那我們這邊呢 就是民主派 也都不停發聲明 就是你看到 社民連 港大 就是那些教職員 然後再加上就是 其他民主派的朋友 自決派的朋友 都一起全部都在做一個聲明 去反擊回去 那我不知道呢 就是之後會不會再有行動 就是就是 不知道民主派他們決定成怎樣 但是呢 我也希望大家呢 繼續關注 看看他會不會真的告這個大曉廷 如果告的話 真的很離譜 因為這樣真的沒有言論自由 哪有可能 就是我講一些東西 就要 譬如說我港獨 我現在講港獨 那你是不是要過我 是不是 哪有可能這樣 就說要告佔動罪 是不是 就是這個真的很不合道理 就是大家 現在你們在這裡留言 在這裡講港獨 那難道又真的要告嗎 是不是 我們在說之後是怎樣 戴耀廷當然他是一個知名人物 但是他都有權去說這些東西 就是他可以討論的 還有他不是說煽動仇恨 是 是 我想 其實很多的社會都不是完全 什麼言論都完全沒有一些限制 譬如你在德國這樣 你宣揚納稅主義 你宣揚種族清洗 這樣當然是不行的 但是很明顯 這個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還有一個政府 如果是這麼怕分離主義的話 其實最好的處理方法 你就是處理好那些人的民生 以及政治的權利 你處理得好的 我們都見到 就算人家歐洲 之前加太龍尼亞也好 蘇格蘭也好 想獨立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 人家都沒有好像中共那樣去打壓 那些人去講獨立 但是人家到最後 人家進行一個公投 都依然是留在那個國家的 就見到你一味靠打壓 其實沒有可能的 你越打 只會令到那些人 他就算不能夠成功獨立 他都不會是真心擁戴這個國家 不會真心擁戴這個政府 其實這樣他不斷打壓有什麼意思 其實你問我這件事 令我想到內地的維權人士 他們都是發表意見 說中國要有民主 說中國應該要有真正的法治 但是他們說完之後就被失蹤了 或者現在你看到709的維權律師 那些現在就被人囚禁 我覺得現在中共好像很想做到這樣 就是要你滅聲 不讓你再發聲 不要再說那麼多 你看看好像這個 劉耀波先生說零八憲章 之後他發表了一份零八憲章 那你做不做 是你的事 但問題就是我們有權發表 當然你說零八憲章的問題 就是他自己內部有沒有什麼問題 再說了 這件是後事 是不是 講港獨 我們就不説成港獨都是後事 但是有權說 這個就是言論自由 在國家的憲法裏面 亦都給了人民有這樣的自由 我們經常都說人民大於國家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本身有人民才有國家 你現在中國 是不是 講到自己好像很重視人民意見 但是最後呢 就打壓 現在就搬了來香港 就是一個大教授 走過去台灣說說話 那就要蜂窩 國家機器全部一起供他 這個還不是批頭 不是批頭是什麼 就是當時 就是你看到現在 阿黃國興 剛剛我看到新聞又彈出來 阿黃國興又說 要快些成之於法 我想問 根據什麼法例呢 真的 就是 說什麼煽動罪 大哥 昨天問那邊都說 就是 喂 就是很久沒有告的 這件事 真的沒有用這個煽動罪去告人 而且 扣不扣成 犯法都成問題 因為這個是學術的研討會 而且他真的沒有說到 就是我要是挑戰一下 這個建制派的人 要是你走去報警 你走去報警 然後叫那些警察去調查 犯了什麼法 你趕得出去犯了什麼法 你又說不出 然後你就在那裡不停說 不知道說什麼 不如你快點去告他 就不要等那麼久了 快點去告大耀廷 不要在那裡不停批鬥 明天去報警 對 明天去報警 就不要浪費時間在那裡說 說大耀廷那些事情 就是有問題的 就是 你問我 這個時候 要是就說清楚 就不要說說 立也三條 就因為大耀廷的言論 就要立也三條 這個就是很合 很不合道理 還有就是 其實 我也說了 就是 今次這件事 是不會完結的 是一定會再有後續的 就是建制派 所以我們民主派 真的要想怎樣去做 我覺得這個是民主派 就是社民連 甚至大家都要想 就是不要想著 他講完就算了 一笑自知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做 要看他怎樣 就是留意著 繼續留意著 建制派他想怎樣 政府他想怎樣 然後呢 我們可能會再有行動 去跟進的 也都說了 就是更新的資料 就是 社民連呢 在4月5號的清明節 就會去中聯辦 做示威 其實是每年都去的了 就是為維權人士發聲 就是為死難者治安 就是六四的死難者 還有維權人士 李旺陽先生 劉易浩波先生 是治安 向維權者致敬 就是現在有很多的維權律師 還有很多的維權人士 現在他們都是繼續在內地的抗爭著 他們都是為民主自由發聲的 所以我們都在清明節那一天 亦都會去到這個中聯辦 去做示威 那就是反對他過去的所作所為 而且習近平清滅 還有呢 都要給大家認識一下 有一位叫做王全璋律師 王全璋律師 就是一個維權律師來的 他都幫了很多案件 他被民族了 嗯 醒不醒 總之就是 他是一個維權律師 他幫了很多案件 但是呢 其實他之前被綁架 失蹤了 現在是一千天的了 為什麼我剛才這樣問呢 就是跟觀眾說 就是 我也很留意 那些709那些律師的他們的家屬 因為 就是 被人拘捕的 有些是男有些是女 所以 他們家屬也都有男有女 就是 他們其實都很勇敢 就是 有時候 當你的老公或者老婆已經被人拘捕了的時候 其實你是有一個看著家屬的責任 但是他們的709那些律師的那些家屬人 其實依然是很堅持不斷去上訪 不斷去司法機關那裏去報案 是尋人的 其實在Facebook上面都可以看到 李文竹就是其中一位律師的老婆 他都是不斷有這樣出帖子 每一次去報案 他都是有出帖子 是的 每次看到其實都覺得很難過的 就是 家人已經被人捉走了 而他們又 就是 前赴後繼 真真正正的 所以都希望大家其實 撥少少時間出來 因為 我覺得在所有的抗爭裏面 其實最高性價比的 就是聲門內地的位律師 因為我們香港的 我絕對不是說我們香港那些沒有意思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對於大陸的人來說 他們所需要 或者他們能夠得到的聲門 其實是很少的 他們在中國境內 其實其他人真的很難去接觸到他們的資訊 甚至乎 所以我們香港人 去撥出少少的時間 對他們來說 既是一個很實質的 就是讓中共知道 有人盯著他們做了些什麼 而來亦都對那些當事人 那一個鼓舞是很大的 嗯 所以我再說 其實我們是清明節 4月5號 2點鐘 在西區警署集合 由行道去中明辦 其實我們都會為樓霞請命 要求釋放樓霞 其實樓霞就前幾天 就是4月1號 就生日 其實我都想說 就是什麼 其實很多人都說 其實中共的事情 你這麼多做什麼 內地的事情你這麼多做什麼 不如你先好聽香港的事情 香港的事情給你好 你做什麼 你內地的人的事情 我想說 其實內地的民主運動 和我們的民主運動 都有關連 很有關連性 所以為什麼要幫其他人 都是一個原因來的 而且 就是樓霞是知道的 你不要以為樓霞不知道 樓霞每一次可以 跟外界去接觸的時候 他都會跟香港人說一聲多謝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堅持去遊行 去聲援他們 都讓他們知道 我們香港人是支持他的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都能夠一起出席 當日會有這個 維權力士關注組 香港眾志 工黨 社民聯 等等的團體 都會去到一起去做這個示威 我們希望今年都多些人 就告訴習近平 告訴中共 你搞大躍庭 你繼續搞 我們是會繼續支持民主運動 堅持民主運動的人 我們是會支持樓霞 支持所有的維權人士 和維權律師 希望大家能夠繼續留意 還有就是 留意我們Facebook page的圖 我們會繼續講解 土地的議題 和港鐵的議題 好 喂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剛才說了一些 這麼嚴肅 這麼嚴重的話題之後 有一個 未必有這麼嚴肅 但是都很嚴重的話題 就是 我們Figgo哥生日 很嚴重 很嚴重 都很嚴重 這個問題很嚴重 我們社民聯的夥記 就 買了一個公仔 買了一個公仔蛋糕 不是 蛋糕 買了一個公仔 公仔蛋糕 公仔蛋糕 你們雞仔 都擔著 我好像擔著喉嚥 不是 蓋上火 蓋上火 好了 其實我是第一次 直播去 切蛋糕 切蛋糕 其實呢 我過去很少 其實我這兩年都很少過生日 我快點吹飾袋 再說 燒了才會 其實呢 我過去很少可 直播做生日 通常我都是在社民聯做事 上年也是 上年也是在社民聯開會 那天 今年什麼都是 我也要做事 那生日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 維權人士 和維權律師 也都關注 現在在香港 現在準備入獄 和入獄的人 譬如說 黃浩銘 他就是出來了 但他又有另一單官司 我認識了 我認識出來 可能九月又要再進去 那希望大家呢 能夠繼續去關注 就是 我們的不同的案件 那社民聯呢 四月五月呢 都有很多案件要上庭 非常之多 那希望大家能夠繼續關注 也都捐款支持社民聯 好 拜拜